俄國戰爭也引發歐洲的能源危機 讓許多國家政策出現轉變 德國西部一座農村 即將成為露天礦場擴建計畫的用地 環保人士就通批政府是貨留子孫 在農村外設置了路障 企圖要阻擋拆除計畫 德國警方十號是展開驅立行動 而比利時則是宣布 為了確保供電穩定 國內兩座核電廠將會再延一十年 來自德國各地的環保人士 十號在德國西部 北蘭 西伐利亞邦的盧埃子拉斯農村外 手勾手結成人心鎖鏈 來對抗警方的強制驅立行動 現場口號與詐罵聲此起彼落 場面一度相當緊繃 為了不讓盧埃子拉斯農村 被移為平地 成為露天礦場 大費環保人士今年初 就陸續前往農村集結 形成路障 阻止警方靠近 同比德國政府擴建礦場 衝擊火力發電 不僅違反巴黎氣候協定 更貨留子孫 一度與警方爆發衝突 德國警方十號開始抬人 甚至有雲梯車將把自己綁在 木樁上的抗議人士也帶走 德國能源巨頭北萊英集團 在北萊英西法利亞邦 擁有賈茨菲勒礦礦場的經營權 認為該礦場預計二零三零年就要結束開採 但烏爾戰爭引發能源危機 為了確保德國電力供應 賈茨菲勒礦礦場不僅要延長營運 甚至還要擴建面積涵蓋到盧埃 澤拉斯農村 按照當地政府計畫 十一號拆除農村房舍 二月底展開採礦作業 同樣受烏爾戰爭的能源危機影響 比利時政府九號跟法國能源供應商 達成協議 原定西元二零二五年 廚藝的杜爾核電廠四號反應爐 與地昂日三號反應爐 將延長使用到西元二零三五年 比利時電影公司之前警告 若不延長反應爐運作 比利時二零二六年到二零二七年的冬季 將面臨嚴重電力短缺問題 公日新聞就有請編譯 通常由通常提供与 公日對护者 公平革問題 公平革命